2019年10月15日,就5点钟了,收了试了 收了试,今天恒新指数跌很少了,超了平 26,500,曾经跌低一点,跌过下去,又上回来 大肆和昨天说的方向都没什么大分别 方向都是不像会有大跌幅 短期里面也不像有大跌幅 有很大机会,我觉得应该要尝试27,000 27,000是基于几个理由 第一,上两集讲的一次,25800拖了这么久 拖完之后刷下去,又上回来,又没出现烈口下跌 上星期五升了几百点,美股,港股 接着昨天又升,今天回吐点正常 不过也是跟昨天说的,27,000应该有点阻力 因为对上几次上升的时候,包括在九月头 还有7月头两个反弹都是大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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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刷子就相信应该可以站得稳 另外上升也能站得稳,在3000点附近上回一条EMA 所以短期外围的市场未必会带动港股 港股要跟从两个市场而下跌机会就不大了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我经常都说 你的车厂走多远有没有有 没有有就不用说了 有有就最重要了 其实如果你看看港股的资金净流入 对上十个交易日除了10月4日之外 都是正数的 每天都是几十亿的资金流入 所以市场仍然有燃料的话 你说是否真的这么淡 我就有点点质疑了 仍然我以买高点为主菜 是不是一定要说 见到小月充上去 再税33,000 当然不会 这个时刻也不可能看得那么好 因为你去到27,000的时候 我相信到时也会有一些灵淡消息 因为市底的经济 尤其是中国 你都看到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 若出入口也好 都跌得很厉害 对不对 好了 大市都是这样去处理 我相信 你要买的就买到上27,000 我都觉得应该收手 过股方面 昨天建议再 今天可以考虑 再不是还没买的 就是7,7 今天都挺好的 一开始给你买到 最后都涨了差不多1.3% 多理想 那你买到持有 用今天的开市街道斩头 如果你今天才进去 如果你在我们上几集节目 已经听过买了的话 你可以买久一点 放下自己要 都可以 其他几集都表现得不错 今天7.11都不错 另外17.72 反过来回吐一点 好了 另外今天选股方面 选股 选股呢 如果你有看我们周四的节目 有一只 是总理建议的 就是这只 平安好医生 平安好医生呢 就 No.133 那一集节目里面 都叫大家 我还骂总理 为什么这么晚才推荐这只 平安好医生 平安好医生 今天又升了3% 平安好医生 平安好医生 今天又升了3% 平安好医生 平安好医生 还会再升 希望会再升 所以今天会介绍两只 一只就是183 183指示位 因为如果你是有 你前两天买了 星期四看完节目 星期五又买了 恭喜了 那就可以继续持有 那时候只有54元左右 现在收57.7元的话 只蝕放54元 只蝕放54元 如果不是 就可以放置要了 那如果上星期 买了一个朋友 就恭喜了 继续放置要 只赚放54元 第二只就是 这只叫3690 3690 美团点评 3690 我上几集 10月8日 那天我在杜拜拍外景的时候 建议过这一只 第二只 也升了上去新高 93.65 也挺理想的 今天 对上两个交易 做回套 今天再升 所以也没有 到我们建议这个止蝕 买了一个朋友 继续持有 未买的明天可以考虑 止蝕很容易 放在85元 今天建议这两只 好 严手止蝕 拜拜